小米聊天和大家聊天 今天也想說 早兩天說網台的分裂 今天又想說 我想說什麼呢 最近都很Hit 我近年很少轉載別人的篇文 轉載別人的Facebook文 我近年很少轉載 第一可能現在政治環境 第二人寫的那些 不如我寫好過去寫 可能你說話太傳大 我也這麼說 但我最近轉載了陳韻文 小姐一一篇文 陳韻文是哪位呢 我這個年代很多人不認識 他就是這個 知心的編劇 是那些哼哼聲的編劇 我沒有記住《撞到正》 都是他編的 還有當時無線很多劇集 長編劇集 然後他又好像 去了亞洲電視 追逐 好像都是他編 如果錯的話 我最近出了一本書 我也有聯絡他 是叫我簽名的 然後他說 他留意我 我有講碼 他就切了個名字給我 這件事挺有趣的 當然我今天不是說這些 那我講過 我們攝影界的老前輩 陳橋 最近過了生 過了生之後 他女兒 一個安息禮拜 因為他去加拿大 他女兒 走到台前 說了幾句 他女兒 臨走也不太開心 因為他有一本書 2017年 上書房 應該叫上書房 上書局 總之是劉世良 抗榮孫向夫妻 上書房 出了一本書 這本書 這本書就賣三個水 這本書 好像聽聞很多人訂的 因為這本書裡面的圖片很珍貴 其實全部都來自這個陳橋 這個 我們都是最早的 華人攝影記者 都是表表者的手筆 當然 很多人都講 最近我連 以前一位移民了去 我不知道加拿大去了美國 去了加拿大 前 葵聖區 周偉雄先生 以前也打了過上書房 上書局還是上書房 我忘記了劉世良 當時 他說 當中的事情是否錯了 未必是這樣 問題是 如果你是真真正正 因為這裡講明 其實很簡單 你有沒有版權 有沒有知戶的陳橋 當然這幾天都紛紛出路 跟他以前很熟 現在反了那邊的 哥登潘 何良謬 好像運水也有說 很多人也有說 看看什麼時候 老蕭 不過老蕭也跟他朋友 不說了 陶君恒也不會說 那條線 還有什麼人呢 Q仔 我想他沒有咪 Q仔也會說 這件事其實就是 當中你有沒有得人同意 不要假裝 因為這兩夫妻 當然我是那些小人物 為什麼我會留意他們兩夫妻 因為話說 當年這個DBC數碼電台 差不多 都快要倒閉了 不是快要倒閉了 都很高危 因為他 說真的 劉勢良一生最威風 就是去中拆組 那中拆組 為什麼去這些公開秘密 因為就是鄭經瀚 那不是鄭經瀚 那不是鄭經瀚 就是煲胎針 那介紹 你不要說 那些人說 劉勢良很威風 你怎麼說 沒有啊 這個 沒有啊 這個 劉勢良根本 劉勢良肯定做不到 這個百分百的 那麼就進去了 十九二十七個月 做了政府專家 出貿易 不過聽聞 不是做得很容易的 因為好像不僅僅公務員所建 最後就 就好像做文書 那些類似的東西 但是做得到差不多 鄭永權也沒得做 然後他就落馬 然後又忽然民主 然後大班叫他老婆來做節目 去DBC 做那些 是不是做 做下午 一個不知道什麼 封煙節目的 那時候開始的 因為我跟他們 因為他老婆 也是很搞笑的 不知道連了什麼貼紙呢 就是有一個區議員 當日去DBC 因為梁振英第一年上台 那年的遊行 DBC在修盾球場 那裡擺一個陣 然後我們同事 每個人都在幫忙 打氣之類 不知道他老婆 那年拿了 幫他一個區議員的貼紙 貼了那些箱子 就無捐 其實他就不想知道 然後被大班回來 大發雷霆 就說 你老婆 我們DBC不幹嗎 你老婆 你老婆 那次真是屌我 我說 大哥 不關我的事 我說 我是屌你老婆 我說 所以鄭英雄 不是很喜歡我 我個人只要衝兜他 第一 屌你老婆 我只是屌你老婆 我怎麼會去 我無捐你老婆 我怎麼會去 我無捐你老婆 是你們有這些箱子 那你那些箱子 是捐給誰 我怎麼知道 你們就連了 DBC數碼電台的貼紙 不能說我事 那連那個 就是郭榮孫 真的 之後大班打給他 大班說 是呀 他不知道 以為是DBC數碼電台捐 那麼 捐了 然後去連了 然後大班才的氣 但我也無聊 都被人丟了 事不中了 那我當然是忘了 因為劉細良 那個人 我經常覺得 他 經常以為是自認才子 很閃縮 然後 之後 大班當然是傻子 然後他不知怎樣 就分手了 然後他 就 叫了一些人 或者有些人 已經一向不滿大班了 因為大班 其實 DBC為什麼會倒閉 其中一個原因 先不要說政治 政治 就是黃楚彪那些 先不要說那些 其實管理是有很大問題的 因為大班經常說 他們不懂做節目 那 哪些人會做節目呢 大班當年經常 到處都說 大家都不懂做節目 那 可能醞釀了一些主持不滿 之後 就跟了劉細良 去開了這個城寨 即是有哪些 什麼探長 周博言 我記得有幾位人 經常去 劉細良那裡做節目的 我沒有記錯 但是 還沒這麼快 因為途中 DBC倒閉 大班打算做D100的時候 曾經 就沒有跟劉細良反面 就是去了 上書局 定上書房 觀塘的辦公室 借了一段小時間 就先做D100的起動線 因為大班初初 不能接受現實的 他認為一定要做這個 blogcast 雖然數碼 但是他不接受網台 那時候我們曾經提議 他做網台 做什麼要做網台 做網台 我申請那些五顆牌 你做什麼 當然了 我都知道大班要搭雞棚 是吧 當然 油門檔這麼多 大班這種東西 我翻譯 好了 跟著 他在上書房之後 黎智英 不知道為什麼又叫了大班 去蘋果做節目 就是 100天搬去蘋果 這些不怕 現在蘋果 成了歷史 跟著才坐回去 數碼港 見紙 不知道為什麼沒來 劉細良就跟大班反面了 然後劉細良就叫了一些人 開了城寨 就是他剛才說的 周莫言 探長 之流 那些 接著就做節目了 接著 適逢就 幾次運動 那 想不肯起多了 是吧 劉細良就 冷氣軍師 巴勒斃 各方面也有 就是 成為全香港參不接近 有一段時間 我想在風頭谷 蓋過蕭若元 和這個 黃毓民 如果這個政治節目 最厲害 就不出是蕭若元 黃毓民 和陶傑 陶傑 陶傑的商臺 沒有怎麼看的 老蕭 還有 毓民 就是旗艦 但是那時候 那個勢 最厲害 就是這個 城寨 這個其實是事實 因為我身邊很多人都說 要捐錢給劉細良 我那時候覺得很奇怪 我說劉細良 要怎麼捐錢啊 他說不是啊 支持他抗爭 那我不知道 就是最後 就是 這個歷史 我不知道他抗爭了什麼 就是我對我 不好意思 那他現在走了 那林鄭還 還賣樓單 給很多KOL 包括陶傑 都潤勾他一下 就是 串勾他 是不是 因為你知道 這個 劉細良因為本身是民主黨出身的 不過他是居居不得知啊 當然 那 就是 整天都說有鬼的嘛 整天捉鬼的嘛 本土派 屌你都鬼的嘛 就是他最多兄弟 你也是鬼 他也是鬼 其實他 他千篇一律的 他的做法其實就是 典型民主派 舊思維那幫人 因為他們一定要抓狀 所以 佔領中華 為什麼一定不能夠 就是途中 我坦白 他說 戴耀廷 狗狗 但是 陳耀文 類似那些 那些 但是 那些 那些 才是核心人物 政治這麼簡單 你猜真是 為什麼我狗了 你現在受挫 就是黎智英 你先看回這個事情 剛剛 是吧 之後他們曾經說 毒民宅是鬼的 記得嗎 記不記得嗎 那 不要緊 那最後 怎樣 當然是世識不敢對 就是怕拘捕的 是吧 國安法 然後 賣樓 原來 原來住豪宅的 然後 香港 很多報紙都賣了 原來是大有錢人 那些傻乞捐 原來住半山 半山的雲峰大廈的高層 賣了四千多萬 當然 帳面也說 獲利一千三百多萬 不是 獲利三千多萬 就是一千多萬賣的 那他已經很久 已經很有錢了 這樣就不奇怪 是吧 就是自然 當然 有些人都會覺醒了 嘩 他 原來他 這麼有錢的 那 我們就蠢了 是吧 老實講 真心講 一堆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營運 說真的 他一支咪咪 他沒有製作的 我不知道 他營運在哪裡 你每一個台有營運的 那 那個 我不知道 是不是 跟著他又 跟陶軍恆 他們 那些什麼花生團合作 就是 不怕 就是不怕 就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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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肚不快 是吧 那你 就是你打算 香港某些的渠道 老蕭他都 就是 可能因為陶軍恆關係 跟老蕭都無限親近的 因為他們可以排擠一下 黃毓民 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 我們敵 我們朋友 你是朋友的 敵人 我就咬咬你 所以黃毓民 呢 我們教主 就 很像陷於虎箭 那樣 就是 那 最後點 就是各散 東西 是吧 他跟老蕭不同 老蕭呢 我曾經 就是 我這些 我真的見過 老蕭 銀錢出來搞香港人網 你不要管他 當然 就是老蕭 是不是 今天你也解釋不了 跟金利峰的關係 就是 當日他的股票 8078 8079 那裡 究竟是怎樣 讓老蕭自己解答 他一萬個理由 當年 為什麼要隔開 毓民的台 要神秘 一再強調 毓民的台 要搬走了 不在這個 愛群裡 為什麼 大家都明白的 所以政治 其實很多朋友 不是這麼簡單 這些我真是身歸其境 真是親眼看到 我的人 沒有人 都是夠了 八卦 左看右看 有時問一下人 是吧 我經常說 為什麼我經常說 如果 你是移民了外國 的朋友 華人 那就沒所謂 我覺得你值得捐錢 給現在移民了外面 做節目的KOL 真的 反正 變成了大家 才了解大家 被你移民到英國 那你就捐錢給他們 就是 你覺得誰值得捐 就捐給他們 但是 如果還在香港 水心火熱 今天都不知道明天試的朋友 你還要捐錢給這幫 你有沒有發瘋到豬頭的 海外KOL 我真的覺得你們笨賊到不能再笨賊 我不是叫你捐錢給我 我只是說馬 只是說李隆基 我沒有說叫你捐錢給他 但是 如果你認為這個台 你值不值得捐 你要看別人的 有時候叫你捐錢給林安靜 人家今天 你不要瘋了 人家今天還是Made in Hong Kong 你一定要選一些Made in Hong Kong的台 你一定要選一些 你捐中了香港 但現在香港這麼高 都敢中港 你還要給錢 你捐給這些人 現在連一個 尊重 一個前輩 我這件事 你可以問所有香港前輩 我一向最出名 我最尊重前輩 你可以問黎則芬 你可以問陳華東 你可以問何鑑閣 你可以問沈西成 這些全部前輩 你不怕 你問六里 這些前輩 我看到 第一時鞠躬 不會搞這些 你搞這些 你搞這些 這本書 為你書局鐵金之後 我不知道你是想賺多少錢 但是你打算 低成本之後 賺到錢 都是欺人 陳橋 你打算 港 宋朝 趙康印 陳橋兵變 老實說 因為這兩夫妻 我親眼 執摸過他們的處事 和大班說話 讓我偷聽到 即是坐在那裡 我在大班門口做事 聽過 他對大班都可以背信氣 你不要說是 你說大班是欺人 不要緊 讓他們突然死了 蓋棺助說 但是 大班是帶你出身的 你曾經做過一個政府 根本就是建制 現在裝什麼 非建制 然後就說 這班人有鬼 杜汶澤也是鬼 趁著政治氣氛 賺錢而已 你對於整個 政治運動 今天很多 我問了 今天很多手足 正在坐牢 或者是流氓 請問你 這個城寨 城寨應該三不管 他們是負責的 有沒有利盧母系 理清 自治社會運動 賺了多少錢 報料數出來 你們是低成本的 很多人捐錢的 我真的有質問實據的 不過我都質疑 有一個 以前我們同路人 我說你捐給他 他說好啊 他們說話可以啊 我說話可以就捐你了 你不捐什麼動物? 不行 他在動鬼頭鬼上 這個我真的親身經歷 雖然我不是說自己 什麼民主派 鬥線 不要瞞他 我只是一個頭主陣 田飛馬米契 但是我經歷的事情 我人生都很豐富 什麼都見過 你什麼都見過 我真的親眼 親眼親眼見過 民主世界 所以 往後打後 我都不會再參與民主 第一 我沒有能力去處理 第二 太假了 是吧 你老闆 然後 你沒有劉勢來 劉勢來打擊多少本土派 不是 本土派好不好 另一件事 是不是本土派全靈無鬼 欺人 是不是這樣 為什麼他相信那一套 大家一定要相信他 他是誰 他其實是他的底腕 是最令人害怕的 他曾經做過中冊組 他曾經做過中冊組 他曾經做過政府的糧 是吧 最後他真的 把你老闆拿著一大塊錢走路 也是事實 看這件事就知道 人格當然有問題 你老闆 你老闆 你不尊重別人 死的時候屈不宜中 那你不是西人是什麼 假裝什麼 你今天就算有他的 你老闆 他就把他招呼出來 別說他招呼 你老闆 你不就叫他們出個聲明 從來根本把你老闆 他們拍完賺吃 就算夠了 你壯大我 我壯大你 是不是 你說老闆 你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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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平鄉 你平鄉又怎麼樣 影響到誰 誰呢?他只是求錢而已,就燒一些給你 我最討厭這些人,你貪得無二就越賺越多 你給我吧,你給我吧,你面上貼金 這兩場運動,第一場運動,我正在做政治節目,我貼得很緊 到疫情這次,親眼看了手足,我不敢說別人,我們都回了課 有個金句,我都沒有出過力,我都不敢出聲,今天我都很擔心西西 我那天跟蔡西西做節目,就是做人,過得人過得自己 爸爸教我,泥水佬,做門口,過得人過得自己 你這樣做,發了一托,走一托,你說這層樓裡面有多少錢 你這樣說,你這麼多年貨金,貨的錢,你除了自己 厚你,你自己做節目的哥登潘,你騙夠人 是嗎?你不是西人,我只有你,何良茂不會只有你 是吧?姚公儀,何良茂那些都只有你 是吧?都覺得你是屁股不對,你現在說,你屁股 人家死了了,對不對?所以我重新一次希望各位朋友 如果你是海外,如果你住在海外,我沒有辦法 那你就支持海外那些人 海外那些人已經走了,他永遠不會回來做香港人 不需要他們追求,你可能說我斷糕是米路,你要製糕我 我沒辦法,但是,逃了就逃了,何謂支持 你覺得屁股你要支持,為什麼要支持他? 逃了就逃了,香港這些事情你都關心不到 你說的那些是全靈,你不是身歷其勁的 你所有事情都是屁股,看新聞,看報紙,看HK01,看OMCC,看無線,看ViuTV 你所有事情都是屁股,你不是身歷其勁的 為什麼你不支持香港人,現在真是身歷其勁的香港人 你無論你喜歡他好,不喜歡他好,人家至少屁股 沒有一個風險做節目,而不是很欣賜,屁股的人 都逃了去,還支持他們 你不要再看看,原來是屁股,還好正 我真是身歷其勁,不是說謊,真是 什麼好人? 說真的,如果你覺得他好人,就不要再聽小米 你屁股,我馬上刪你 這些屁股,你有沒有借政治世界賺錢 當年陶傑就算了,叫他出來交代 他有沒有出來交代,賺這麼多錢 累積大量財富,你不要靠反送中 最後現在在蹲蹲那個黎智英 那些民主派,你老母的那些議員 你現在在看世界,你還出本書來 搞人家死了,屈屈而終 這些不是混蛋,你告訴我 麻煩你們找個理由給我聽 怎麼看 我真的從20... 一幾年我親眼看到,很多人當時 不過當然有些我今天都不敢包住 有機會再說 沒有東西多,前輩永遠肯說話給我聽 但是你說他是一個好人 我說切什麼都不信 他是不是心術不正,我不能知道 但是,絕對不是想像中大家什麼正義性 現在後悔,來得切,斬攬 又不能聽他的台 不用聽的 說真的,香港真是虛的 香港真是虛的,不用你說 你知道嗎?有用嗎? 你力奸啊,習近平啊 不需要聽他的 真的 聽到你都幫不到你有什麼學識 好了,今集小米聊到這裡 再補充就再補充一集 好嗎?OK 這集到這裡